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來分享這個 新建檔江湖的序號禮包碼 好 我們首先點擊這個左上角這個福利大廳 然後呢在上方這邊往右滑 到最右邊這邊就有這個禮包碼 然後點擊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的禮包碼 好 首先第一個 JH1 888 JH1 4個8 然後領取 好 這樣使用成功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邊要寫小寫字母 這明明就是大寫 好 然後下一個呢是這個JH6666 JH4個6 然後一樣領取 好 使用成功 然後下一個呢是這個JH888 JH4個8 然後一樣領取 好 這邊也提示使用成功 然後呢 這裡剛開始你們進來這裡 他原本是這個靜音的 所以你們沒聽到聲音的話按一下這個就可以聽到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這個 送的獎勵是送到哪裡去啊 這有信箱嗎 郵件這裡 活動郵件這邊也都沒有啊 可是他這邊是確實是有這個 有什麼領取成功的 沒關係我們就先那個吧 先來裝備一下這個 修仙 這邊可以說我們的名字 我們這裡已經 跳騰騰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飛劍副本 挑戰一下飛劍副本 日常這裡 這應該是什麼類似經驗副本之類的吧 還是什麼其他的東西 還是打寶啦 是後面有很多寶箱 還是打寶啦 是後面有很多寶箱 接下來打這個王 聖月藍王 不是藍月聖王 他獎品是 好像也不是送到這個飛機包 原神裝備 道具這裡 材料也沒有 材料 進行一次改名 那我們就叫 騰騰吧 雖然他剛開始進來 不是就已經有那個 就已經有讓我們輸入名字 這邊還要再輸入一次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點一鍵長話 開啟新功能境界 開啟動境界 點擊這個修仙 開始修行 就只是 類似成就吧 我想知道他那個 到底把那個獎品送到他去 登錄獎勵 今天登錄獲得一個什麼 你覺醒是 然後這裡VIP的 平台福利 這裡 同文會員的話是要怎樣 我現在要登錄什麼帳號 接下來挑戰這個第八關 這裡21關才開啟4名 不知道這個裝備是要怎麼裝 在這裡 這裡可以一鍵裝備 裝備熔煉的話 這邊都會熔煉掉 這個怎麼不能裝 要到一轉一重就可以裝備 那我們接著強化吧 接著通關第九關 那這個 打的那個禮包馬他沒有送郵件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說他的 獎品是要放 放在 還是說要等更久一點他才會過來 確認 確認 那我們再輸入一次看看好了 為什麼 他上面寫說 JH 這個吧 這已經用過這個禮包 好啊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每日登錄 戰力達人 這是什麼 尋出極品獎勵 然後這邊挑戰一下我們的個人boss 然後這邊呢是我們的 哎 要挑掉了 我們的寶劍 現在又看不到 出現 這個是戀神丹 可以加戰力 我們剛剛點一下那個自動闖關 他現在應該是會自動闖關 還有秘笈跟天書耶 又升職了一下 瑪寶這邊可以吸火 這裡還有紅一點 另外一個是這個吧 三倍領取 遠低於 當成價格買到就賺到 我買 他這個 要花整錢才能弄啊 好 優先這邊可以領這個元寶 喔 像這樣突破就突破到二階了 又獲得這些戀神丹 這個侍女衝吧 20關在開啟這個傷城 我們就只要專心的 提升我們的戰力就好 還開啟這個轉身 開啟這個轉身喔 這裡 這裡就可以領這個轉身了 現在要通關第15關就可以 還可以無視轉身任務 直接突破 這個的話可以獲得這個 額外的防禦力 然後現在挑戰一下這個 繼續挑戰一下這個更多 好那我現在就可以突破了 戰鬥力加6000 再點擊這個角色 穿戴稱號 出入仙門 這個是其他人 這個是其他人 銀台福利我們剛剛看了嘛 7日好領 剛剛是不是領到一個 然後是SVIP才可以領的 自尊祕寶 然後我們肚子不覺就已經升到VIP 然後這裡的日常呢 有很多這種材料副本可以去打 像這個飛劍金錢跟強化就是 打就可以獲得 這個是什麼 可以升星耶 可以提升值一轉一星 你看現在要角色 三星的話是怎麼樣 這個的話升星 這個要三轉才開啟 OK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星劍蕩江湖的 去和 你幫我分享 指示完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謝謝拜拜 拜拜